從一年十歲 人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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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慈善基金會吉祥物 機器人陪同下 副市長邱沛玲 社會處長楊玉鑫 和現場一百位志工 從國門廣場呼喊口號 邀請民眾一起做公益 現在十個團體 然後你就看這個投票 還會來確認 然後再繼續往下 知道基隆很多社會團體在參加 所以我們想說就試試看 可不可以幫助到大家這樣子 民眾拿出手機 為基隆十個在地社福團體 投下一票 這場快閃吹票活動 引起了民眾熱烈響應 首先要謝謝 台新公益銀行慈善基金會 他今天願意協助我們 讓我們所有社福團體 架在他們的平台上面 讓很多人看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政府做一個大平台 來用企業的力量 幫助我們所有社福團體 科技化 數位化 更重要的是 他們自己會走出去 不是只有跟政府要經費和預算 社會處這幾年 一直很希望配合市長的政策 幫我們打造成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但大家都知道 基隆的資源很有限 所以一定要借助台新 真的很感激 用公益平台的方式 讓我們所有的團體 能見度更高 希望大家別忘記了 基隆共好需要你的一票 社會府協助在地社福團體 爭取民間的資源益助 今年有十個社福團體 通過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以得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出審 副市長邱佩玲以具體行動 邀請民眾一起響應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十張票 那你可以為你所喜歡的團體 來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讓這一票投下來 可以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所以也邀請每一個人自己投票 也把你喜歡的團體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讓他們一起來投票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這一次第一次來到基隆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這個快傘活動 就是為了讓社會團體 能夠走出它的舒適圈 來跟民眾接觸 所以我們的快傘活動第一次來 是因為基隆的社會處 非常的積極推動所有社會團體 來進行一個自立自強的活動 讓這個政府的賦能 跟民間的鼓勵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的副市長 還有社會處都來到這裡 為所有的社會團體一起打氣 第十四屆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抵得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從幾日起到十一月底 開放線上投票 每個人總共有十票 邀請大家用行動支持 幫助社福團體 衝高票數獲得民間的資源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指名指名基本上普通 sind 全市民地沒有接受 全市民地的道具 那現在官員有兩者